人来人往,都向往着温柔,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治愈人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出轨老公身亡,葬礼举行到一半,得知老公把遗产都留给小三,我不怒返校,转头就让他的小情人傻了眼,我老公,不,是前夫。 前夫刚签完离婚协议书,就急着带小三去庆祝,结果意外出车祸了,留下我和女儿还有千万遗产,我强忍悲痛为他举行葬礼。 葬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的闺蜜谭渺渺突然打来电话,说小三拿着我老公的遗嘱和离婚协议书,去他银行申请,把我老公的财产转移。 特么这个死渣男,协议书上的字迹还没干呢,就干出这种事来。 我狠狠地咬着牙,脸上的泪痕还未干,迎面的风吹的脸皮嗖嗖凉,心更凉。 我狠狠地盯着棺材,里面是我从校服到婚纱的爱人。 我陪着他从衣无所有打拼到现在,小有成就,相爱相识那么多年,他虑我我忍了,可到死都不留一条毛给我,我不能忍。 婆婆见我脸色不对立马过来骂我,陪骂你个客夫的扫把星,我儿子早死都是因为你,还不赶紧给我把葬礼办得妥妥当当。 我这婆婆向来是个事儿精,平时鸡蛋里挑骨头故事为难我,以前为了不让林明达难做,我一直忍着她。 但现在,我冷着脸盯着她,你管得着吗?我还没有接电话的权利了。 婆婆目瞪口呆,惊讶,平时软弱好欺负的我怎么突然说话这么呛人。 好你个陪骂,谁给你的胆子敢跟我这样说话的? 早就知道你和你那个妈一样没教养。 你最好喊大声一些,正好让大家看看到底是谁客夫。 你年纪轻轻死了老公现在老了白头人送黑发人,我看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婆婆被我气急,指着我拟了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完整。 我冷笑一声,走进屋子里。 大家低着头,听司仪说着最后的悼念词。 林明达的冰棺停放在台子正中央,后面摆着几个大大的花圈,花圈中间是林明达似笑非笑的一项。 再次看到这张面孔,我全无悲痛。 光是听到那个小三的名字,我就能想象到林明达和那个女人,在每一个谎称出差加班的夜晚行苟且之事。 停,别念了。 我出声打断肆意地慷慨陈词,身边的亲朋好友诧异地看着我。 小姑子在一旁怒视,婆婆在我身后气得直拍大腿,裴曼,你想干什么? 你是想让我儿子死不掩蔽吗?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随后低头独谈渺渺人我发来的消息。 我老公的小三居然是我小姑子的好闺蜜。 我气得大步走向林明达的冰棺,化妆师将林明达残破的身躯修补得很完美,看起来就像她只是睡着了一样。 林明达,你死得好啊。 小姑子惊讶地嘴巴微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辱骂她死去的哥哥。 裴曼,你在发什么疯? 我冷笑着走上台,抢过司仪的话筒,各位亲朋好友,今天的葬礼正式结束。 不理会在场所有人的惊恶,我静止往门口走去。 小姑子拉住我的胳膊,准备像平常一样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 对,说清楚。 你凭什么把我儿子的葬礼都给搅黄了? 我不想同他们多攀扯,对准我那小姑子林明辉甩手便给了她一巴掌。 啪,一声响亮的巴掌声吸引了礼堂所有人的目光,力度大的我放下手时还震得隐隐发麻。 母女俩被我镇住,小姑子林明辉差异地捂着自己的脸。 明辉,一直以来我待你不薄。 你上大学那会我和你哥刚毕业,你的学费生活费还是我赚钱供的。 结果呢,你竟然把你闺蜜介绍给你哥当小三。 林明辉,我自问待你不薄,可你竟然这样对我。 你和你哥借的钱,你还没还吧? 我冷着脸质问小姑子,这家人简直不识好歹。 哼,你以为你哥死了,那五十万块钱就没有人知道了吗? 那是我的婚内财产。 你,小姑子眼神多闪,明显是心虚。 亲朋好友围过来想劝和,赔卖,这鸣打死了。 你们一家人可不要再出什么乱子。 是啊,有什么话说不开,非要打人。 我表哥要是还在,能看着你欺负他的妈妈和妹妹吗? 好,很好。 以前他和林明达创业的时候,这些亲戚必知不及。 现在好了,都跳出来当何事老。 既然这样,我也不想藏着林明达的那些丑事。 我冷冷地说,好,既然你们这么好奇。 听好了,林明达婚内出轨,现在他还立了遗嘱,要把所有财产留给那个小三。 你们还想着他死后,能分到点东西。 傻了吧? 啊,这,刚才还一堆说辞的亲戚们瞬间哑声。 我扭过头看着婆婆和小姑子,残忍地说道,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呵呵,这意思是不光是我,连你们,他最孝敬的妈妈和最偏爱的妹妹,也一分钱都拿,不,到。 两人愣在原地呆若木鸡,我脱下身上别着白花的黑色大衣扔进垃圾桶里,走之前还给婆婆留了一份大礼。 走出门,我又退后几步回到婆婆身旁,故意问道, 妈,您之前不是说想把你儿子带回老家土葬,所以尸体不能火化来着。 婆婆的脸顿时,难看极了,等她反应过来,我已经开着车离开。 殡仪馆的效率很高,下午就安排了火化,晚上我就把她骨灰扬了。 灰白色带着残渣的粉末在风中挑散,我拍拍手上的灰,转头把林明达的墓园也转卖了。 那是个风水宝地,转手还多卖了两万块。 我正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搬家。 婆婆带着小姑子和一大家子亲戚上门,说是要我交出林明达所有的存折和存款。 我刚打算报警,门外传来激烈地敲门声。 一开门,我看到一个瓜子脸,单眼皮,嘴角还有苛质的女人。 她身形单薄,刚刚步入早秋就急哄哄地把皮草穿在身上,看起来有些滑稽。 只一眼,我就确定了这是林明达的小三,于萍。 我小姑子的大学同学,当时小姑子把她带回来,还说于萍家里多穷绅士有多可怜。 看在小姑子份上,我资助她到大学毕业,出来工作又把她安排在我家公司上班。 所以,她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只是她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扒着女人的腿,露出一双黑碌碌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 婆婆看我开了门,却半天都不出声,走了过来。 谁呀?于萍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把身后的孩子推了出来。 奶奶,你不记得奶奶了?原来她们连孩子都这么大了,并且看样子,我这婆婆还知道她们母子的存在。 呵,我真是白长了两只眼睛,被林明达瞒了这么久。 小孩子粉嘟嘟地嘴巴吸动,奶奶。 这可把我婆婆给高兴坏了,把我推开跑过去抱着孙子不撒手。 婆婆不待见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的欣欣是个女孩,还有先天性心脏病。 以前她一直明里暗里跟我说再生个男孩,都被我拒绝了。 难怪后面不催了,原来已经有了呢。 幸好我已经提前将欣欣送到她姥姥那里, 要不然小丫头看到冷漠的奶奶,对着别的孩子笑出一朵花的样子,一定会偷偷伤心。 婆婆把孩子抱到客厅,和一堆亲戚开心地逗弄孩子。 于平挑衅地看了我一眼,也想进去。 婆婆前脚刚进客厅,便像往常一样,使唤我,让我好好招待小三母子俩。 回想着多年来的人辱退让,我真真是痛骂自己,蠢笨如猪,真心错付。 我抄起鞋架旁摆着的花瓶狠狠一摔,玻璃茶碎了一地,这里不欢迎你。 于平不以为意,朝门内的婆婆打招呼,妈,男男该吃药了。 婆婆瞥了我一眼,热情地把于平拉进门。 孩子的到来好像让所有人都忘了于平小三的身份,仿佛我才是那个多余的人。 他们人多,我暂时压抑脾气,开着门进卧室继续收拾着东西。 客厅里,他们一会说孩子真相林明达,一会儿说孩子应该认组归宗,一会儿又开始缅怀林明达。 我听得想做偶,就在东西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于平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妈,这房子旁边的幼儿园特别好,男男也到了入学的年纪。 我听达哥说这个房子也写了他的名字。 您看,孩子上学的事儿,婆婆正在兴头上,可也听出来于平想打房子的主意。 于平开始画大饼,我知道这房子也写着嫂子的名字,大不了就把达哥的遗产分一部分给他。 到时候,我把您接过来,我们一起照顾男男,您也能享受享受天伦之乐不适。 几个看热闹,不嫌是大的亲戚,也起哄,哀别说,您到时候守着小孙子,那日子过得才叫惬意。 对啊,我看这鱼平人也不错,虽然明达把遗产都留给了他,但人家也想着您那是不是。 小孤子倒是脑子还算清醒。 妈,到时候姓鱼的房子到手了,难道一辈子就守着男男不嫁人了? 到时候有了丈夫,想把您赶出来都是捎带手的事。 再说了,他能做我哥的小三,也能做别人的小三。 小姑子的丈夫也是个不老实的,在公司里勾搭实习生的事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对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女人抱有很大的敌意,而且她能让我搁瞒着嫂子立下那样的遗嘱,可见她不是什么生瓜蛋子好拿捏的。 妈,妹妹,请你们相信我。 我和达哥是两情相悦,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她。 余平的话里带着哭腔,言语里像是下定决心打算一辈子为林明达守活寡。 财产的事儿,你们也看见了。 嫂子那么强势,大哥把财产全都留给我,也是为了你们着想。 而且我也不是为了自己要这个房子,我都是为了男男。 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和我们签一个财产转移的合同。 把我哥的财产分给我一半,我就信你。 余平你拟你的说不出话。 这一大家子,心里各有自己的小算盘。 只不过他们好像忘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个房子虽然写着我和林明达的名字。 但实际上掏钱买房的是我爸,所以这间房子可不是什么夫妻共同财产。 我出门联系爸爸介绍的搬家公司,几个大小伙子利索地将我的东西都搬进火车。 婆婆和余平等人,看我搬得起劲儿还以为我是要把房子让出去了,甚至打算帮我搬。 可我又折返了回来,身后还跟着小欧宝安和那几个小伙子。 小姑子看我面色不善,站在一边结巴地问我想干什么。 应该是我来问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吧? 我吃笑又骤然严肃起来,这个房子和林明达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劝你们赶快离开,否则你们这是擅闯别人家,赶紧走啊,不然报警了,你们就麻烦了。 小区保安与我相熟,此时帮我说话。 几个面熟叫不上名字的亲戚有些泄气,抬起腿想走,却被余平拦下来。 余平抱着孩子,全然没有刚才的隐忍可怜,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汉妇模样。 我看你们谁敢,我的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我让你们都去坐牢。 他这一带头,一群大人把小孩子当作了盾牌。 对,孩子要是有事,我们这一大家子就跟你们拼了。 余平淮中的小男孩被吓哭,场面一队有些混乱。 我不慌不忙地拿出打火机,静止走到阳台的窗帘边上。 火苗慢慢燃起,火蛇舔拾着白墙熏出黑印。 红色火焰攀着窗帘愈烧愈烈,我拿起窗帘的束带烧着扔到那几个人中间。 啊,你干什么?你这个疯子。 哎呀,裴曼你有话好好说呀。 裴曼,这房子你不要了呀,怎么能给它烧了? 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我冷笑着慢慢走近,如果我对外说房子是你们上门争加铲烧的,你猜会怎么样? 呵呵,要不今天一个也别走了,大家都给林明达陪葬好不好。 我猛地拽住于平的胳膊,睁着脸冷声道,特别是你,林明达不是最喜欢你了吗?你去陪她吧。 火势越来越大,到底是一群没中的家伙,他们落荒而逃。 临走时,那个叫做南南的小孩,睁着圆溜溜,纯净得如同泉水的眼睛看着我。 真叫人想不通,这样有灵性的孩子一点也不像林明达。 然后,我报警了,就说这些人上门来抢我房子,然后放火烧了,还声称他们统一口径,说是我自己烧的。 于是这些今天出现在我家里的人,统统都被警察带回局里审问了一番,果然,他们全都指认是我烧的。 但因为有我的先言声明,警察怎么可能相信他们? 于是据都被留在警察局里审讯了72小时,在这边认定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们烧的,才放他们走。 我和林明达,我们大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 毕业后,我放弃了爸爸给我找的高薪工作,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和林明达一起创业。 最难的时候是第二年的春节,外面欠着债,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大过年的,我们不敢回家,在街头分食一个烤红薯。 那时,林明达装作自己不喜欢,看着我吃得香甜,馋得肚子咕咕叫。 从小到大都没过过苦日子的我,陪着林明达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赔个底调。 那时候,前路迷茫,我们犹如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坠入深渊。 我真的想过要离开。 可当林明达拿着一个没有钻石的戒指,跪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了。 后来,爸爸知道我心意已决,就拿出三百万投资我们的公司。 就这样,林明达发了家。 原本我们的生活一直安详幸福,直到我辞去公司职务,在家安心养胎,生下心心。 心心有先天性的心脏病,从小体弱多病。 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女儿能好起来,于是和林明达商量着不再生孩子。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常常吵架,林明达慢慢地开始变了。 她总是有应酬,答应女儿一家人周末游玩,也临时变卦。 我临时有事,托她照看心心,可心心心脏病犯了,她都没有发觉。 她经常出差,有时候人已经到了地方,才告知我。 可就在三年前,好像突然变回了以前那个会呵护我,照顾我的林明达。 她开始顾家,虽然还是很忙,女儿却很高兴,因为她终于能和爸爸一起出去玩。 所有人都很羡慕我们的和睦幸福。 现在回想,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和于平好上了,所以觉得愧对这个家庭吧。 不过她会把自己所有的遗产都留给于平,是我没想到的。 不过没关系,我是不会让这对肩夫淫妇得逞的。 站在公司门口,我抬头往上看。 高耸的写字楼几乎直插云间,深蓝色窗格紧密连接在一起,映出外面天空的蓝天白云。 前台正在补装的小丽,看到我进来,慌忙收起东西跑过来。 老板娘,您怎么来了? 我瞥了眼她桌子上的一堆化妆品,小丽,收拾东西找财务核算工资吧。 小丽傻了眼,正好人事总监,也就是小姑子的丈夫袁刚,走了过来。 嫂子,你怎么来了? 当初我在公司的时候,林明达就提过让袁刚来公司帮忙。 那时候袁刚还是个出出茅庐的小伙子,说话做事总透着不屑和傲慢,偏偏又没什么能力,连一个简单的骚扫表格都做不出来。 当时我就拒绝了,公司规模不大,都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的用。 要是招进来这样一个好高物远的员工,还得给他开工资,下面的人怎么看? 林明达最后还是妥协了,可后面我回家养胎后,林明达就立刻把自己的妹夫招进公司。 从那时开始,公司里招的实习生就是衣水的长腿细腰美女。 这个小丽就是其中一个。 见我盯着她身后不说话,袁刚也看到小丽桌子上的化妆品。 小丽,这工作时间怎么能摆弄这些东西呢?还不快收起来。 袁刚打着哈哈,想把这件事糊弄过去。 我吃笑开口,袁刚,你也别着急。 既然你这么想护着她,就跟她一起另谋高就吧。 袁刚还带着笑容的脸呆至,嫂,嫂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被辞退了。 说完,我静止往公司里走去。 袁刚反应过来,朝着我大喊,你,你凭什么? 就凭我,现在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我撩了下头发回头,冷酷地重复,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 别以为这些年你耍的什么把戏,没人知道。 公司里的人听到声音走出来,我正好借机宣布, 从今天开始,这里,我说了算。 人群中,一道温和的眼神看过来。 是陆松,我当初一手从实习生带出来的公司项目总监。 虽然知道这两年,公司里状况不大好, 可看到财务报告的时候,我还是有些惊讶。 公司现在已经快成了一个空壳, 您要是再不回来,就要破产了。 陆松微微叹气,公司的情况十分严峻, 但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不足以挽救。 下面的员工都早有怨言,公司再没有起色, 恐怕,我皱着没看手上的资料。 这些年林明达是一头扎进温柔香, 全然不管公司的艰难。 一想到自己倾注了五年心血创立起来的公司, 已经微弱雷软。 我心痛地想把林明达的骨灰扫起来, 重新再扬一次。 就在此时,外面突然传来嘈杂的声音, 似乎是于平。 于平把楠楠放在前台桌上, 大骂我不要脸。 裴曼,你有种出来和我对质。 达哥,把遗产都留给了我, 我是给你留着脸面才不想跟你打官司, 你可不要给脸不要脸。 袁刚还没离开, 听到有人骂我, 激动地上前一起控诉。 对,裴曼你卸磨杀驴。 老子为公司兢兢业业五年, 你一句话就要把我辞退, 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倒是那个小丽自知是怎么进的公司, 也知道自己平时过得悠哉, 还能多得一个月的工资, 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 员工围在旁边, 我推开人群走了出去。 我本就是高挑身材, 长得也不差。 今天还穿着一身红色西装, 干脸又霸气。 我微卷的长发披在身后, 嘴唇上涂着气场全开的正红色口红。 于萍还是一身不合季节的皮草牛仔裤, 有些黑的脸蛋涂着不合适的桃红色口红。 和于萍一对比, 大家或许会恍惚一下谁才是那个小三。 于萍, 你这长相, 我可不想要你的脸。 林明达有资格把遗产留给你吗? 那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另外, 公司启动资金都是我的, 当初建立公司时就有过公证, 日后如果林明达对不起我, 公司是归我的。 这件事打官司, 你确定你能打赢。 于萍太过激动, 脸颊发抖, 打官司就打官司, 但是这个公司也是我陪着达哥一手做起来的, 我还给他生了孩子, 公司就应该有我母子俩的一半。 我不由冷笑着望向他, 真可怜, 给林明达骗着生了个儿子, 还不知道林明达什么都不是。 大家一下明白了于萍的身份, 看向他的眼神有些厌恶和不善。 吃三当三, 不管有什么原因都是令人鄙夷的。 我忍不住笑出来, 就他, 还陪着林明达把公司一手做起来。 于萍, 你脑沟是有多浅, 才能说出这种话。 你陪着他, 在哪儿? 宾馆的床上吗? 众人唏嘘, 真不要脸, 做了小三, 还好意思带着孩子过来闹。 这要是我, 我老婆腿都给我打折了。 七, 也不知道林总是怎么看上她的。 于萍脸面有些过不去, 伸手拽了一下旁边的圆缸。 我耐心耗尽, 举起手机上 已经拨通的报警电话, 警告他们快点离开。 平时, 我都好生好气, 袁刚进公司时间晚, 并没有见过我 雷厉风行的一面。 袁刚咽了咽口水, 还是站了出来。 嫂子, 那是她的事, 和我没有关系啊。 我在公司干了这么长时间, 你让我回去 跟明慧怎么交代啊? 我轻轻哼笑, 从手机中翻出几张照片。 上面的内容是 袁刚在茶水室楼梯间的时候, 手不自觉放在别人身上的照片。 还有一份实习生 对他的控诉书, 这些都是陆松 交给我的。 袁刚伸出手指的照片, 不敢置信地 哆嗦着手指, 你, 你怎么会有? 别管我为什么会有, 一会儿 你跟警察说吧。 于平见我来真的, 抱着孩子离开, 临走时 还深深弯了我一眼。 袁刚被警察带走, 我手里的照片和控诉书 是他性骚扰的重要罪证。 于平果然是没有放弃, 他不知从哪来的钱, 找到了本事最好的律师, 除了公司的股权, 还想和我争夺总经理的位置。 当初公司持股协议上写着, 我占了35%的股份, 林明达45%, 剩下的20%在一些小股东手里。 但, 我们有公证书, 所以我不怕。 但没过几天, 我就收到几通电话。 几位股东都被于平登门拜访, 拉着孩子先礼后兵。 送上礼品游睡不成, 在几人家里面一哭二闹三上吊, 弄得别人家里乌烟瘴气, 鸡飞狗跳。 有两位股东的夫人与我相熟, 听说了于平是小三, 义愤填膺地表示会支持我 继续做公司的总经理。 这时候, 我这边的股份支持 已经达到46%, 于平胜算很小, 在我拨通那通电话之后, 就更加没有迎面。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沙哑, 好像是感冒了。 喂, 慢慢, 沈温茂是我的青梅竹马, 在我和林明达结婚后, 就离开了这座城市。 从那之后, 我们很少联系, 只是偶尔朋友圈里点个赞。 久违地听到她的声音, 我有些抑制不住地哽咽。 阿茂, 那边咳了两声, 有些着急地询问, 怎么了慢慢。 告诉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有些后悔, 如果当初我没有躲开沈温茂 在寒风中伸出的手, 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 得知我最近发生的这些事, 她说很抱歉, 说都怪她最近没有关注我的情况。 她好傻,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谁都怪不了。 沈温茂就出现在我面前, 拿着股拳转让书。 她的脸有些红, 看向我的时候眉眼温柔。 慢慢别怕, 我来了。 她还是我记忆里的模样, 浓眉大眼, 鼻梁高挺。 我是172的身高, 在女生里个子不算低, 但站在她旁边, 才刚刚和她的下巴起平。 虽然沈温茂连夜赶高铁有些憔悴, 却更显得忧郁气质迷人。 一出场, 公司的女员工就被吸引了目光。 沈温茂帮我介绍了 她的一位姓文的律师朋友, 我们一起共进晚餐, 聊一聊案子的细节。 文律师说, 之前有类似的案例, 老公把遗产留给小三的这种情况, 小三都是不可能胜诉的。 但唯一不好办的是南南, 虽然她是私生子, 还是有林明达的财产继承权。 所以能协商调解, 是最好, 也是风险最小的办法。 和律师告别, 我准备把沈温茂送到酒店, 却发现她面色更加潮红, 明显有些不正常。 伸手触碰她的额头, 温度高得吓人。 我刚想开车把她送到医院, 沈温茂开口, 没事, 我包里有退烧药, 吃一粒就好了。 我把她带回新家, 额头敷毛巾, 手心擦酒精直到后半夜才退烧。 知道她已经没事, 我松了口气, 刚想离开, 沈温茂拉住我, 我回头, 却看到沈温茂还闭着眼睛, 在梦中一语道, 慢慢, 别离开我。 我心头一震, 慢慢将她的手掰开, 于萍闹了一圈, 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转头就在公司闹了起来, 抱着孩子坐在天台, 还叫来了媒体记者, 威胁我把公司和房子都交给她。 真是个疯子。 我虽然恨她, 却觉得孩子实在是无辜, 跟着这样一个母亲真是受罪。 我把律师告诉我的情况跟她复述了一遍, 并表示, 我知道你请律师已经花了所有积蓄, 现在连生活费都堪忧。 这场官司打起来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况且你还不一定会胜诉。 但只要你乖乖签署放弃遗产的协议, 我会考虑资助孩子直到大学毕业。 于萍显然是不太满意, 楠楠在她怀里吓得哇哇叫, 我于心不忍。 你有什么话下来好好说, 别吓到孩子。 于萍看了看身后的深渊, 恶狠狠地盯着我, 你把我们逼到这种程度, 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孩子。 对着记者们的长枪长炮, 于萍控诉我的罪行, 她太狠心了, 把我们母子俩逼到绝境。 房子, 房子没有我们的份, 公司也没有我们的一根针, 什么存款就更不用说了, 全都攥在自己手里。 我知道自己道德败坏, 可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的南南才三岁就没有了爸爸, 现在连以后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呀。 记者门面带事不关己的轻笑, 并不在意于萍的情绪, 一味地抓拍给自己积累素材。 陆松将记者媒体往外赶, 其他几个同事也劝说于萍母子赶紧下来, 没想到于萍情绪更加激动, 像个疯婆子一样张牙舞爪。 我无奈地叹气, 林明打死了也不安生, 还给我安排这么个奇葩对手。 婆婆和小姑子也知道了情况, 匆匆赶过来。 看到林家的毒苗处于危险中, 婆婆哭喊着让于萍放下孩子。 小姑子瞪了我一眼, 上前劝说于萍把孩子给她, 想让我放下孩子也可以, 你们让她给我钱, 我要五百万。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然而婆婆和小姑子更不要脸, 张口就是道德绑架。 裴曼你有公司在手, 再挣五百万不是难事。 你就答应了于萍, 给她五百万吧。 我被气笑, 不就是道德绑架吗? 谁不会啊? 妈, 明慧, 你们是不了解公司的情况, 五百万我根本拿不出来。 这个孩子跟我没关系, 倒是你们俩的亲孙子和亲外甥, 要不这钱你们出吧。 俩人开始哭穷, 我又悠悠开口, 我手里本来是有点钱, 但本来是打算留给你们的。 既然如此, 你们看这钱, 果然, 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 就没办法站着说话不腰疼。 两人齐齐变了脸色, 对我温和了许多。 嫂子, 她的事以后再说, 你打算给我们多少钱啊? 我盯着于萍, 你们还是先把它弄下来吧。 两人连拽带脱地将人弄下来, 于萍终于将孩子放开, 可不知从哪儿掏出一个小刀, 举刀跑过来。 我躲闪不及, 刀尖里我还有三寸的时候, 对面的婆婆和身旁的同事都惊呼出声。 嫂子, 老板小心, 陆松朝我跑过来, 就在此时, 一只手臂从我背后伸出来, 扼住于萍的手臂。 是沈恩帽。 于萍还要伸手来抓我, 被沈恩帽甩开, 我也顺势倒在她怀里。 沈恩帽抱住我稳住身形, 这动作有些暧昧。 于萍从地上爬起来, 陪曼, 怪不得你和达哥十年夫妻, 却可以这么绝情狠心呢。 原来是因为你早就有肩夫了, 你做这一切不是为了报复我们, 都是为了这个肩夫。 你给我闭嘴, 诬陷我也就罢了, 这个不知好歹的于萍还胡乱攀扯。 婆婆拉着南南的手, 于萍, 你别乱说, 快回去吧, 南南都吓坏了, 连婆婆和小姑子都不相信她说的话, 因为他们知道, 我所有的经历都在心心身上, 就算是为了心心, 我也不会做出任何对家庭和睦不利的事情。 怕于萍再发疯, 婆婆拉着南南不打算松手, 几人准备离开。 小姑子明慧走在最后, 笑着问我, 嫂子, 袁刚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 这钱, 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 我低头笑笑, 原来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于萍现在不是和妈住在一起吗? 你帮我把人看住, 最好能劝她放弃遗产, 到时候我自会把该给你的都给你。 林明慧脸上露出有深意的表情, 对着我比了个OK的手势。 有了沈温茂5%的股权转让和两位股东富人的支持, 这场争夺公司的战争我算是彻底赢了。 而后又在沈温茂的介绍下, 公司接了几个单子, 也算是暂时脱离危机。 我的生活暂时有了喘息的时间, 正好过几天, 欣欣的学校有一场家庭运动会, 我答应了欣欣会去参加。 沈温茂说既然是家庭运动会, 她也想跟着去。 我明白她的意思, 但还是婉拒了。 对于沈温茂, 我总是觉得歉疚。 她帮了我那么多, 我却帮不到她什么。 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耽误她的幸福, 也希望她可以早日找到对的那个人。 公司的外患是沈温茂帮的忙, 而公司的内忧则是陆松解决的。 她作为公司的老员工, 还是有些威望的。 我和沈温茂在外谈客户的时候, 陆松尽心尽力地帮我稳住公司员工。 我请陆松吃了顿饭, 饭桌上谈起以前她还是实习生的时候。 我学历不高, 那时候要不是您把我一手栽培起来,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混呢。 我摇摇头, 陆松虽然只是普通大学本科毕业, 但他骨子里暗藏的那股冲劲和狠劲, 才是他如今成为公司顶梁柱的关键。 就算是没有我, 他成长起来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裴总, 我, 陆松吞吞吐吐吐, 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 哎, 算了, 裴总我再敬你一杯。 后来他几杯酒下肚, 醉得不省人事, 低着头嘟囔着, 什么喜欢, 不要怪我, 我没在意, 正发愁怎么把他送回家的时候。 我看到沈温茂从门外走进来, 不知为何, 我莫名有些心虚。 沈温茂却一句话没说, 抬着人就走。 我跟上去想帮忙扶一下, 被他拒绝。 陆松被安置在沈温茂住的酒店, 我给他留了微信说明天不用上班。 家庭运动会的这天, 其他小朋友都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 欣欣梳梳着双马尾, 发上装饰着蝴蝶结。 他仰起小脸, 笑得很乖, 妈妈和外婆都陪着我, 我真的很开心。 欣欣毫不在意的样子, 反倒让我觉得隐隐心痛。 如果林明达没有死, 至少欣欣还有爸爸, 一项双人绑腿跑步的运动, 别家的爸爸妈妈已经准备好了, 我和欣欣外婆还笨手笨脚, 固定不好。 全场都在等着我们, 就在这时, 身后响起熟悉的声音, 慢慢, 伯母, 让我来吧。 阳光正好, 将沈温茂的眸色染成浅宗, 柔顺的碎发微微飘动, 周围传来赞叹的声音, 欣欣爸爸好帅啊。 是啊, 好般配。 我本想解释, 可看到欣欣站在终点处开心的身影, 我最终没有开口。 沈温茂将外婆扶到观众席, 蹲在我身边, 没几下就将绳子固定好。 哨声响起, 大家尽力往终点奔去。 有的默契十足, 有的却闹了笑话跌作一团。 不过周围都是嬉笑的声音, 我也被这种氛围感染, 脚下一个没流神半倒, 幸好被沈温茂接住。 她的怀中有淡淡松香, 我的耳间有些发烫。 心心不能剧烈运动, 所以之后的项目都没法参加。 眼巴巴的样子实在可怜, 沈温茂提出天气这么好, 不如我们向老师请假, 带欣欣出去玩吧。 欣欣十分赞同, 小脑袋不自觉地歪向沈温茂, 两个人幼稚地互动起来。 我们一起去了动物园, 欣欣坐在沈温茂的肩头, 好奇地问, 长颈鹿的脖子那么长, 她怎么躺下睡觉啊? 沈温茂拉着欣欣的小手温柔解释道, 长颈鹿大部分时间是站着睡觉的, 她会把脖子靠在树枝上, 有时候也会趴在地上, 把脖子弯向后足, 然后把下巴垫在小腿上睡觉。 欣欣想象不出长颈鹿趴下睡觉的样子, 沈温茂摇晃着身子逗弄, 把欣欣吓得抓紧沈温茂的双手。 我和欣欣外婆走在后面, 忍不住被两人逗笑。 欣欣外婆拉着我的手, 巧声说,阿茂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我还以为你们最后会结婚呢, 没想到,妈妈,不说这个了。 好好好,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 以后的事儿嘛, 只希望你能遵循内心, 只要你和欣欣过得好, 我和你爸爸也就不担心了。 回家后,欣欣兴奋地睡不着觉。 我给她讲睡前故事, 试探地问道, 欣欣,你想不想让沈叔叔做你的爸爸? 欣欣的回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 她抱着我的手说, 妈妈,爸爸在天上会不会忘了我? 不管爸爸还记不记得我, 我永远都会爱爸爸。 所以,妈妈,你不要给我找爸爸了, 我已经有一个天上的爸爸。 妈妈要找的话, 就给自己找一个像沈叔叔这样会让妈妈开心的老公。 然而安生日子还没过几天, 公司又出事了。 林明达生前签下的一个项目出现了问题, 已经做好的设计方案被泄露, 甲方损失重大, 要求公司按照合同的违约条款进行赔偿。 与此同时, 几个竞争对手纷纷挖墙角, 公司摇摇欲坠, 濒临破产。 与此同时, 陆松也突然失踪。 我用各种方式联系陆松, 都没有下落, 几天后一封冰冷的辞职信 躺在我的邮箱。 几件事情堆在一起, 明眼人都能猜出来个大概。 可我真的没办法相信, 自己曾经一手带出来的人, 竟然会背叛我。 当我正在为公司的事情焦头烂额的时候, 我在老家的闺蜜谭淼淼 给我带来了一则重磅消息。 她的老公是林明达的大学同学, 谭淼淼家里也有人在监狱工作, 上周她得知余平 曾经有一个即将谈婚论嫁, 却突然因为诈骗罪被捕入狱的前男友。 这个前男友就在两天前出狱了。 我有些不解, 他的前男友和我们之间的遗产纠纷有什么关系。 可没想到, 那个前男友不知怎么找到的余平, 又是怎么拿到男男的头发。 总之, 前男友拿着一份亲子鉴定, 找到谭淼淼的老公, 也就是林明达的律师。 那份亲子鉴定, 证明了男男和前男友之间的血缘关系。 男男不是林明达的孩子, 而那个前男友的目的就是找到我。 他的胃口不小, 一张口就是五百万。 倒是和余平挺般配。 我没有立刻答应, 而是请小姑子林明会帮我做一件事。 几天后, 沈温茂陪着我找去婆婆家里找余平。 看到我们来, 他们很惊讶。 我让婆婆把男男抱走, 直接开门见山地说, 余平, 男男真的是林明达的孩子吗? 余平果然慌了神, 嘴巴微张, 眼神飘忽不定。 怎, 怎么不是? 我托小姑子林明会办的那件事, 就是帮我拿到男男的头发, 指甲和唾液。 其实证明血缘的方法, 不止父子关系。 我给男男和欣欣做了半同胞关系鉴定, 鉴定证明他们俩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我把鉴定甩在桌上, 还有一份公司的财务报表。 现在你连最后的底牌都没有了。 我实话告诉你, 我被人背叛了, 公司可能会背上几千万的债务。 于平指尖微颤, 咬住下唇, 压低声音说, 这份鉴定只是证明男男和你的女儿没有血缘关系, 并不能说明男男不是达哥的孩子。 就算林明达现在死了, 公公也去世了。 可公公还有一个弟弟, 也可以做血缘关系鉴定。 于平, 男男到底是谁的孩子你知道。 于平不甘心地斥责, 你不是很厉害吗? 你不是谈下了好几个项目吗? 怎么连公司都管不好? 沈温茂发挥毒蛇属性, 裴曼她已经尽力, 要是当初公司交到你手上, 不知道已经破产多少次了。 你, 于平被噎得说不出话。 我无心在磨蹭, 将现在的情况告诉于平。 房子我已经做了公正, 可以证明不属于我和林明达的夫妻共同出财产。 公司和其余的存款加在一起是负债的情况, 如果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林明达留下的遗产就是负债八百万。 根据遗产的法律规定, 想要继承遗产, 前提是要偿还被继承人的遗留债务。 同时也可以选择放弃, 相对的也就没有义务偿还债务。 最后, 我只给了于平一条路, 还债后坐牢。 因为既然我知道这孩子不是林明达的种, 那我只要在法院上提出 用亲子鉴定来证明孩子与林明达关系就够了。 而我也发觉到自己之前得知林明达有私生子的消息时, 冲昏头了。 不管这孩子是不是林明达的种, 我只要提高出这个要求就无敌了呀。 我纠结个什么鬼? 想明白这一点后, 我冷笑着扔下他就走了。 没想到三天后, 于平约我见面了, 他打电话约我去一家咖啡馆。 一开口, 他就说道, 我明明什么都不如你, 可你知道达哥当初为什么会找我吗? 我对他们之间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 于平不理会我接着说, 那时候达哥压力很大, 白天要忙公司的事情, 晚上回去了, 你的注意力全在女儿身上, 他连个诉苦的人都没有。 于平喝了一口热可可, 看向窗外, 他一直就想有一个健康的孩子, 但你不肯再生二胎。 达哥知道我怀孕的时候特别开心, 甚至连月份都没有太注意。 陪曼, 别觉得自己太委屈, 达哥他也不容易。 我久久沉默, 却不是因为愧疚。 脑海里呈现出林明达 惺惺作态的样子, 我就忍不住作呕。 以前我也曾尝试 和林明达进行交谈, 往往是他敷衍几句, 就不愿再继续。 到了于平这里, 就成了我忽视林明达, 让林明达受了委屈。 我计较道, 于平, 你的同情心太泛滥了吧。 他一个公司老总, 有钱有地位, 有老婆有孩子, 轮不到你心疼他。 他还想要孩子。 凭他对欣欣的态度, 真的再生一个, 欣欣恐怕是会被林明达一家 彻底忽略。 那样的话, 我宁愿离婚。 本以为于平会反驳, 没想到他眼神平静地看着我, 仿佛是在等待什么。 与此同时, 我感受到头脑昏沉, 眼皮沉重。 眼底一片黑暗, 我最后看到的场景是 于平诡异微笑朝我伸出手。 在醒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人绑在 一处废旧的烂尾房。 烂尾楼位于一片荒地, 远远望去看不到一个人影。 天边暮色将至, 整个楼层四面通风, 我被绑在椅子上, 微凉的晚风钻进衣领, 掀起一层鸡皮疙瘩。 身后传来鞋底摩擦灰石的声音, 嘴巴被塞住无法出声, 我尽力回头。 黑色外套, 牛仔裤。 那人戴着口罩, 我却一眼就认出是谁。 是于平的前男友任辉, 他的眉骨处有道伤疤。 裴曼, 绑你来也没什么事, 就是有份协议需要你签一下。 任辉把一份协议亮出来, 上面写着股权转让协议, 我轻轻摆头, 示意他把塞在我口中的布条拿走。 活动活动发酸的脸颊, 我尽量保持镇静, 公司就要完蛋了。 我就算是签了协议, 也没有用, 你和于平拿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见我已经认出他的身份, 他不慌不忙地把口罩摘下。 别给我耍花招, 我已经打听到你们公司已经和那个项目的甲方签订了另一份合约, 不用赔偿违约款。 我有些惊讶, 这件事我找了爸爸帮忙,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折中的办法。 可这件事只有接触项目的几个人知道, 于平的前男友又是怎么知道的。 固步地探究原因, 眼下之急是尽快脱身。 欣欣外婆今天有事, 沈温茂自告奋勇要接欣欣放学。 我一直不回家, 沈温茂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我失踪的事情。 只是从这里逃出去, 还是要靠我自己。 我尝试和她周旋, 现在我仍在你手上, 当然是你怎么说我怎么做。 但是你怎么保证, 我签了协议之后, 你能毫发无损地放我离开。 任辉挑眉看向我, 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愿意妥协。 之前这个任辉不顾于平的情况, 带着亲子鉴定找到律师和我, 说明他对于平感情不深。 于平把我骗过来, 他负责威胁我签协议, 两人只是暂时合作的关系。 其实啊, 我觉得你很可怜。 任辉轻笑, 挑眉说道, 现在被绑架的人是你, 我可怜什么? 我摇摇头, 于平躲在背后, 利用你来对付我。 如果一旦发生意外, 你就得接着坐牢。 可于平呢? 他可以说是被你胁迫, 然后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力。 任辉的目光透过我 看向我身后, 左手插兜目光沉沉。 别听他胡说。 于平终于露面, 步伐凌乱地走过来。 他说的的确有些道理, 于平, 你得给我点保障。 任辉捏着股拳转让协议, 盯着于平。 于平眼神有些慌张, 最终看向我, 不, 不如我们把它彻底解决掉。 这样的话, 林明达的所有财产, 我都可以继承。 任辉震怒, 一把推倒于平, 你他妈还嫌害老子不够, 当初要不是为了凑彩礼娶你, 我怎么会进去? 老子刚进去, 还不到一个月, 你就和他老公勾搭上了, 要不然, 我直接把你们都解决掉, 省得麻烦。 两人争吵声越来越大, 我抬头朝窗外看去, 竟然看到小姑子林明慧的身影。 他们显然也听到了声音, 朝这边张望。 我心中暗喜, 尽量不表现出异样。 然而于平不经意间撇向窗外, 应该是看到了楼下的人。 快蹲下! 于平拉着他前男友, 食指摆在嘴唇上, 做出噤声的手势。 小姑子并没有离开, 朝着这栋楼走来。 任辉率先反应过来, 用布条重新晒住我的嘴, 示意于平两人一起将我转移走。 两人正拖着我往外走, 突然一阵警车铃声, 如同历刃撕裂每个人的心理防线。 任辉语气慌张, 林明慧报警了。 警车慢慢靠近, 我隐约间听到了沈温茂的声音。 有警察拿着喇叭喊, 你们已经被包围, 快放了人质。 两人立即变得焦躁不安, 任辉抽出裤腰上藏的匕首。 我惊恐地摇头, 然而任辉已经举起刀子。 于平也吓到了, 压低声音, 你要干什么? 你还真的要杀他呀? 我害怕地偏过头, 没有想象中的疼痛, 身上的绳索松开。 你走吧, 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于平和孩子。 告诉警察, 都是我做的, 是于平趁我不注意把你放走。 我有点诧异, 腿软地站不住, 警惕地沿着墙边挪出去, 一看到楼梯就不回头地往外跑。 慢慢, 沈温茂站在几个警察身边, 看到我跑出来, 朝我奔过来。 一头栽进沈温茂怀里, 我彻底没了力气, 大口喘着气。 警察还没来得及问话, 楼上窗口出现两个身影。 是仁辉挟持着于平, 放我走, 不然我就杀了他。 于平的脸惨白, 轻捏着仁辉的袖子, 尽量远离匕首。 沈温茂将我抱起来, 小姑子也走过来。 嫂子, 你没事吧? 我看到于平这几天鬼鬼祟祟的, 今天就跟出来看看, 没想到你们竟然被绑架了。 两个警察上去和仁辉谈判, 与此同时几辆警车和救护车 慢慢使劲。 最终于平侥幸逃脱, 仁辉刚出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又因为绑架勒索罪判了刑。 林家人都知道了, 楠楠不是林明达的孩子。 我反手起诉了于平, 以诈骗罪犯律所罪绑架罪, 下半辈子他就好好在牢里采缝纫机吧。 而他的那个儿子, 被杏仁的带走了。 失踪的陆松终于出现, 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原来他真的是那个把项目方案泄露出去的那个人。 我找到他的时候, 他住在一个简陋潮湿的屋子里。 我十分不解, 这些年你赚的钱也不少, 再加上你卖方案的钱, 不至于住在这里吧。 陆松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医院, 透过玻璃, 我看到医院病房中躺着一个孱弱的小女孩。 她是我的妹妹, 刚刚做了心脏移植手术, 可我已经快要交不起她的药费了。 陆松无力地垂下手,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 陪总, 我知道我犯错了。 可是能不能再等等, 只要我妹妹好起来,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小女孩睫毛轻颤, 睁开了眼睛, 看到陆松时虚弱地微笑。 回公司吧。 什么? 陆松不可置信地抬头。 陆松给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 就算是我报警把她抓起来, 也是应该的。 可当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 我想到了心心。 如果躺在这里的是心心, 我想我也会用尽所有办法 抓住那一线生机。 我会预知你的工资来支付你妹妹的医疗费, 之前公司损失的, 你都要帮公司再赚回来, 能做到吗? 陆松抿着嘴, 眼眶有些红。 郑重地开口, 陪总, 我不会让您再失望了。 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重回正轨, 渐渐好转起来。 遗产的事情告一段落, 我给了婆婆和小姑子每人一笔钱, 足够他们生活无忧。 而我让小姑子离婚, 以后就跟在我身边工作, 省得被渣男牵绊一辈子, 算是对得起林明达有余了。 沈温茂搬进了我的小区, 还养了一只拉布拉多。 小家伙很会讨人喜欢, 我也只好风雨无阻地 每天晚上陪着心心遛狗, 顺便和某人一起散步。 忘了是哪天晚上来着, 沈温茂牵起我的手。 手指被什么冰凉凉的东西套上, 低头一看, 原来是没钻戒。 慢慢, 余生让我来照顾你和欣欣。 戒指都套上了还能怎么办, 只能是答应了。